驱逐舰是一种速度很快 攻击能力较强的水面舰艇 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的实战运用 逐渐发展成现代海军最重要的舰种之一 而国产第一艘导弹驱逐舰济南舰的出现 标志着我国驱逐舰 实现了从仿制到自行研制的跨运 人民海军第一次拥有了 具有远洋作战能力的水面舰艇 197年12月31日 国产第一艘导弹驱逐舰济南舰正式服役 而在它出现之前 人民海军最先进的军舰仍然是20世纪50年代 从苏联引进的四大金刚 101安山舰 102抚顺舰 103长春舰和104泰国舰 他们曾是苏联时期设计建造的 以鱼雷为主要武器的驱逐舰 首舰早在1935年就开始建造 面对着四艘老爷舰 中国决定开始自行研制 自己的新型导弹驱逐舰 我们说在这个像四大金刚也好 那么它的远洋的这个通行能力 包括我们说它的自持能力 它的这个内部的空间 甚至是它的指挥控制 包括雷达这些方方面面 似乎都不太符合远洋航行的需要 那么随着人民海军的越来越多的向远洋 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呢 我们需要更大的 更适合远洋航行 南水海军的这样的这个国产的驱逐舰 济南舰是051型驱逐舰的第一舰 它曾被誉为中华十大名传之首 中华第一舰 此前弦号223 后来改弦号为105 作为人民海军自主研发的第一代驱逐舰 济南舰在装备自动化上 已经有了革命性的变化和提升 最初的济南舰的舰体又细又长 长宽比将近11 这种舰体有利于提高航速 舰长132米 宽12.8米 主桅杆高29米 排水量3833吨 作战半径1400海里 航速34节 抗风能力12米 全舰划分十几个水密隔舱 保证相邻三个舱进水舰体布陈标准 舰体上层建筑分三段 前为舰桥 中部 尾部 各有一座甲板式 不只有双阴葱与双围杆 主要武器装备有两座三连装舰舰导弹发射架 里面为第二代反舰导弹 海鹰一号 两座2500反潜火箭发射管 位于主炮的前方 四座双连装 57毫米口径高炮 之后改成 37毫米口径高炮 分别位于 舰手 中部 和舰尾 四座双连装 25毫米口径高炮 主要部署在 舰桥的两侧 同时 尾部还安装有 四座深弹发射炮 用于对付水下潜艇 两座巨大的 双连装 130毫米口径火炮 位于舰手和舰尾 主炮是济南舰 最主要的武器之一 采用双管设计 单管射速 达到了每分钟15发 之所以性能大幅度提高 得益于从上弹 到炮弹发射 采用了半自动画 051的这个半自动画 一个是它的装填 还是 就是我们说弹药供应 就是你都知道有装填机 火炮的自动装填机 那么火炮自动装填机 理论上讲应该是自动化 但是为什么是半自动化 就是火炮自动装填机的 弹药的供给 那么是靠人工的 也就是说 所以说很多人说 它是半自动化的装填 就是弹药在提升到炮打之前 还是需要人把它放在 相关的提升的机构上面 除了火炮开始使用半自动化外 在其他方面 济南舰也创造了几项第一 1987年 济南舰进行大改装 拆除了后甲板的主炮 及防空炮 加装了直升机起降平台和机库 用于停放两架海豚直升机 还安装有直升机驻降系统 隔山 灯光灼舰驻降系统 归航引导系统等 同时济南舰的信息化系统 也一直在改进升级 以提高它的作战能力 那么这点上来讲 确实是济南舰是一个重要的开创者 那么通常认为在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 那么围绕着济南舰 还有其他的一些051型的舰艇上面 中国的第一代舰载指控系统 涉及到新的雷达 采用先进电子技术的 舰载火控指挥系统 那么在济南舰和其他的一些舰艇上面 进行了试验 那么这些系统呢 对于我们舰载指挥控制系统 一个重要的起点 相比于一众从战火中走出的明舰 济南舰的攻击 更多的体现在海军装备发展的影响上 在它服役30多年里 完成了1400多项装备试验任务 获得了300多万个宝贵数据 为我国后来建造大型水面战舰 奠定了基础 被誉为国防现代化装备试验的开路先锋 在济南舰服役之后 051型驱逐舰开始发展大量的衍生型号 成为当时中国水面舰艇的中坚力量 他们在完成作战巡逐任务的同时 还执行了众多试验护航任务 1980年5月 051型驱逐舰参与了中国第一代 洲际弹道导弹东风5号的发射试验 执行测量 打捞回收和护航任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海军是最古老的军种 当时建造的兵船 多以木船撞击方式为基本战法 那么经过多年的发展以及技术的革新 现代的舰体材料 已经由之前的木壳变为了现在的钢铁战甲 它们的动力方式 更是由人工滑桨变为了蒸汽轮机或者是核动力 那么在武器装备方面 由之前的冷兵器演变成了多种多样的火器 也就生成了现代舰体的模样 人民海军也是同样走过了这样一段的路程 在这样的发展过程中诞生了许多的传奇战舰 巍峨的舰体 高耸的炮塔 构建起今天人民海军的伎粮 在海军装备发展的历史长河中 有一型战舰直到今天都占据着极为重要的位置 在历次海战中被大批量的投入战场散布在广袤的大洋上 执行着舰队护航 侦察 鱼雷攻击和救助落水水兵的任务 这就是驱逐舰 今天的驱逐舰装备有对海 对空 反潜等多种武器 具有多种作战能力 是能在中原海遂行多种任务的中型军舰 广泛的作战职能使得驱逐舰成为现代海军舰艇中用途最广的舰艇 由海上多面手支撑 大型舰艇它具备的必然是一个全功能的 如果是小型舰艇它可能的功能不可能那么全 或者说它的这种技术不可能那么先进 但是如果说这种中大型舰艇 就是作为驱逐舰来讲的话 它功能这么完善了 可能会应对的这种复杂局面 这种战场环境 它就能够得性应手 可能一条舰完成的任务 就不需要再派可能几条舰 甚至十几条舰去完成 所以说它是海战场上的一种明星舰型 世界各国现在都在加大发展 停泊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博物馆海上战区的安山舰 是人民海军的第一艘驱逐舰 1954年中国从苏联引进四艘战舰 分别命名为101安山舰 102辅顺舰 103长春舰和104太原舰 被称为人民海军的四大金刚 作为四大金刚之首 安山舰的命名也别有深意 当时安山有钢铁之城的美誉 安山舰则寓意着 构筑起中国海上的钢铁长城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101号安山舰 它是原苏联太平洋舰队的一艘 以鱼雷为主要武器的驱逐舰 以称雷击舰 1940年下水 1941年开始服役 原名国感号 它曾经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 击落过德国飞机 受到苏军统帅部的嘉奖 1954年10月13日 周永国从苏联购买的第一艘驱逐舰 十几星岛 交付时的安山舰 舰长112.5米 宽10.2米 池水4米左右 动力系统为两台蒸汽轮机 最大航速34节 续航力2300海里 满载排水量2581吨 主要武器 为四门单管130毫米 B13剑炮 分别安装在剑手和剑尾位置 防盾装甲后约10毫米 四座六一式双连装 37毫米高炮 布置在舰体左右 两座三连装 533毫米鱼雷发射管 位于甲板后部 舰尾还设有两座深弹发射炮 和两条水雷投放轨道 用以对付水下潜艇 安山舰 被赋予显号101 对人民海军具有特殊意义 我觉得对于 这个引进101舰的这种意义来讲 最大的呢 就是第一解决了有和无 第二呢 就是对我们后续执行 这个重大任务 和我们自行研制 我们的自己的驱逐舰 提供了一个非常有利的借鉴和参考 是个巨大的推动作用 安山舰 修长的舰体 四门主炮 以及贯穿舰身的多排弦窗 都透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武器设计的风格 为了加强试航性和高航速 舰手甲板没有过大的上扬角度 手高尾低 也可减缓前甲板上浪 方便布雷作业 不过 舰内空间狭小 居住性较差 操作这样的安山舰 对于当时的人民海军官兵来说仍是一项重大的挑战 毕竟它无论是在吨位还是在性能上都远超当时人民海军的小艇小舰 而且许多装备都需要操作者具备一定的知识 并且要相互配合 在那个年代一艘战舰就相当于一座浮在水面上的堡垒 它主炮体积的大小就决定了它的火力强度 我们来看 它的炮塔采用半开放式的炮塔 形象的来说就像是敞篷跑车一样 那么在当时 这个炮采用的是人工装填的方式 它采用分离式的装摇 也就是说弹头和装摇是分开的 在战时需要的时候 会从我身旁的两个吊舱把弹头和装药分别运输上来 士兵进行组装 放在这里推进去完成装填 拉好炮栓 之后操作手在这里进行左右角度的调节 以及抚养的调试 之后就可以等待炮长的命令 随时进行开炮 接下来我们发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上下两门炮其实是一样的 但是这门炮却多了一个像帽檐一样的东西 这是什么呢 其实它叫防波罩 就是为了防止上面这门炮在开炮的时候 产生的声波冲击 对下面的士兵造成影响 而有了它就可以保护士兵的安全了 在服役的几十年中 安山舰一直通过现代化升级 力求保持强大的战力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 安山舰进行现代化改装 拆除原有的两座位于甲板中部的鱼雷发射装置 改装为两座双连装上游一反舰导弹发射装置 摇身一变 由火炮驱逐舰升级为导弹驱逐舰 咱们现在看到的就是它的导弹发射架 原来这里是一个三连装的鱼雷发射装置 发射的鱼雷进行雷击作战的 后来随着战争的发展 现代装备的发展 它已经不适应现代海战的需求了 所以后来我们就进行了改装 拆除了原来这里的鱼雷发射装置 就改装了我们现在看到的导弹发射架 它是上游一号导弹的发射架 可以携带两枚上游一号导弹 前后一共两座 最多可以携带四枚 这个导弹架是可以向左右旋转的 最大旋转角度是135度 那么它在海上发射完之后 是不能再填装的 必须回到靠岗以后 由岸上的工作人员来进行调装的 作为四大金刚之首 安山舰服役期长达38年 航行20多万海里 是世界范围内服役时间最长的驱逐舰之一 培养了众多的驱护舰艇的指挥和操作人才 积累了大量的经验 是人民海军的顶梁支柱 在安山舰装备人民海军之后 当时的百姓就想 我们什么时候能够用自己设计建造的驱逐舰呢 17年后梦想成真了 197年的12月31日 国产第一艘导弹驱逐舰济南舰正式服役 济南舰 是051型驱逐舰的第一舰 它曾被誉为中华十大名船之首 中华第一舰 此前弦号223 后来改弦号为105 作为人民海军自主研发的第一代驱逐舰 济南舰在装备自动化上 已经有了革命性的变化和提升 当时这个四大金刚 07型的这几艘舰 它虽然可以在我们的近海执行一些重大任务 保障任务 但是如果说要到远洋远海 去执行这种长期的 难度更大的 可能海况更复杂的这种任务 就显得有点捉襟进肘 能力就可能有点不足 你比如说我们要试射洲际导弹 我们要采集我们海上这个装备实验的各种数据 我们必须要有一些比较先进的舰艇来进行保障 所以说我们沿着自己的驱逐舰就非常关键 最初的济南舰的舰体又细又长 长宽比将近十一 这种舰体有利于提高航速 舰长132米 宽12.8米 主桅杆高29米 排水量3833吨 作战半径1400海里 航速34节 抗风能力12级 全舰划分十几个水密隔舱 保证相邻三个舱进水舰体不沉标准 舰体上层舰主分三段 前围舰桥 中部 尾部 各有一座甲板式 不只有双阴葱与双围杆 主要武器 装备有两座三连桩舰舰导弹发射架 里面为第二代反舰导弹海鹰一号 两座2500反潜火箭发射管 位于主炮的前方 四座双连桩57毫米口径高炮 之后改成37毫米口径高炮 分别位于舰手中部和舰尾 四座双连桩25毫米口径高炮 主要部署在舰桥的两侧 同时尾部还安装有四座深弹发射炮 用于对付水下潜艇 一座巨大的双连桩130毫米口径火炮 位于舰手 主炮是济南舰最主要的武器之一 采用双管设计 单管射速达到了每分钟15发 之所以性能大幅度提高 得益于从上弹到炮弹发射采用了半自动化 济南舰的火炮系统主要有四层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就是本舰相对底层的舱室 没错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弹药库 而且我发现弹药架的尺寸大小规格是不一样的 这也就意味着它存放的弹药种类是不同的 并且我在这张表格上找到了更加准确的答案 本舱弹药数量质量状况一览表 上面描写了装有沙暴弹 穿甲弹 照明弹 信号弹等等 应该进千枚吧 甚至有普通弹和手枪弹 那倒是更多了 那么在战时 士兵就可以准确的找到不同类型的弹药 然后把它们装到滑轨上 向上喊话 装填完毕 接下来就可以开始输送了 这一层就是炮弹的运转间 那么在我旁边这个长方体的装置呢 就是电动的转运机 炮弹在底部装填好之后 通过电动的转运机就可以把炮弹输送上去了 电动装置一键启动非常的便捷 可是一旦电机出现故障的情况下 又该怎么办呢 来 我们实际感受一下 准备运输炮弹 没错 当电机出现故障的时候 就可以通过摇动转运霸的方式 将炮弹输送上去 当然摇动转运霸确实是个利器活 像这样的电动转运机呢 在这个仓室里一共有两个 对面还有一个 两台机器可以同时运转 非常的方便快捷 济南间的火炮之所以可以实现半自动化 要归功于我现在所处的这一层 当然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就是我身旁的这款装备 它叫羊弹机 当炮弹从底下输送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它就可以自动将炮弹运送上去 那么它里面到底长什么样子呢 我们一起看一下 当我们进入羊弹机内部的时候 发现空间并不是很大 而且设备也挺多的 那么它就是核心装置羊弹机了 每面共有两个导轨 一共是四个 那么羊弹机到底是怎么工作的呢 我们一起来看 炮弹会从脚下通过这个装置运送上来 而士兵会将每一枚炮弹安放在此处 此时一箭启动 羊弹机就可以把炮弹输送至炮塔了 我们发现在周边有很多炮弹的挂架 它是做什么用的呢 其实在平时的时候 弹药数量攻大于求 士兵就会把炮弹安放至此处 相当于一个临时的仓处 而在战时需要的时候 需要密集攻击的时候 士兵就可以快速便捷的 把炮弹运送至羊弹机了 现在我们就来到了甲板之上 也是炮塔的内部 相比较安山下 济南舰的炮塔内部空间会显得更大 两边各有一个出弹口 此时炮弹就会被羊弹机通过这个路径给输送出来 装填手就可以把炮弹进行装填 随时准备击发了 除了火炮开始使用半自动化外 在其他方面 济南舰也创造了几项第一 1987年济南舰进行大改装 拆除了后甲板的主炮及防空炮 加装了直升机起降平台和机库 用于停放两架海豚直升机 还安装有直升机驻降系统 隔山灯光灼舰驻降系统 归航引导系统等 同时济南舰的信息化系统也一直在改进升级 以提高它的作战能力 现在我们来到的是济南舰的驾驶舱 那么在济南舰之前啊 我国的军舰很多都是露天的 那么在露天情况下呢 这个受海风海浪的影响啊 条件确实比较艰苦 而到了我们的济南舰上 有这样一个密闭的空间来进行作战指挥啊 确实能够提高我们舰员在舰上的一个舒适性 在这个舱室里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设备 这里重点给大家介绍一下我身边的这台设备 这台小小的计算机 您可千万别小看它 它是80年代我国 首先在济南舰上装配的舰纸系统 这小小的一台计算机 也代表着我们人民海军信息化的一大步 相比于一众从战火中走出的明舰 济南舰的功绩 更多的体现在海军装备发展的影响上 在它服役30多年里 完成了1400多项装备试验任务 获得了300多万个宝贵数据 维吾国后来建造大型水面战舰 奠定了基础 被誉为国防现代化装备试验的开路先锋 在人民海军的装备中 还有一艘战舰唯名赫赫 它就是停留在105济南舰身旁的 531鹰潭舰 鹰潭舰 弦号531 1971年下水 1974年12月 编入海军战斗序列 是我国自行研制的唯一的一艘053K型舰空导弹护卫舰 在鹰潭舰服役之前 我们那个时候海军序列里边 已经有了01型和65型的护卫舰 但是它这两型护卫舰 它主要是火炮型的护卫舰 它是不带导弹的 用舰炮来进行防空 它的准确率是很低的 命中率很低的 而且也难以应对这种突发情况 跟不上时代的发展 当时世界各国都在研制 这种挂载导弹的 比如说像防空型的挂载防空型导弹的舰艇 包括驱逐舰 包括护卫舰 我们那个时候也没有 一艘都没有 所以我们提出来了 我们也要舰防空型的护卫舰 鹰潭舰采用平甲板舰型 舰长103.2米 宽10.2米 池水约3.2米 满载排水量2000吨 最大航速26节 续航力2000海里 动力系统来自两台内燃动力装置 单烟囱位于舰体中部 向后倾斜 主围杆位于舰桥与烟囱之间 武器系统实现了自动化 安装有两座红旗61型 舰空导弹系统 分别位于舰桥的前方和舰尾 两座双连桩100毫米自动火炮系统 也分别安装在舰手和舰尾 同时主炮前方还有两座 65型1200型反潜武器系统 四座双连桩37毫米舰炮 部署在甲板中部的两侧 舰尾有两座六四式大型深弹发射炮 用来对付潜艇 鹰潭舰在总体设计上 已经明显让人能感到更为现代 甲板上部的布局简洁 没有过多的部件 这艘舰最大的进步 就是首尾各有一具上吨式 双连舰空导弹发射装置 这在人民海军装备发展中 是一个里程碑式的变化 它是人民海军第一型 具备导弹防空的中型舰艇 鹰潭舰虽然说它是国产首艘 唯一的一艘 但是它服役之后 应该说它也执行了很多重大任务 88年的时候 我们在南海建立海洋气象观测战 我们这个舰战的过程中 就出现了局部的摩擦 我们鹰潭舰接到命令之后 就迅速赶到了事法海域 跟我们的其他的舰艇一块协同 对敌方进行打击 取得了击伤敌方一艘 击沉两艘的辉煌战果 所以说鹰潭舰是我们真正的 有过攻训的 有过战功的打过仗的舰艇 从这个角度看101安山舰 105济南舰和531英潭舰 他们的舰领虽老 但是当我一靠近他们 依旧能够感觉到他们 威风凛凛 锐不可当的气势 高耸的炮塔依旧指向前方 像是诉说着当年的那段历史 而如今 他们的闲号 已经分别印刷在了 更为先进的国产战舰上 这是一种传承 也是一种嘱托 老舰不老 遇火重生 101南昌舰 2020年1月12日 正式入列服役 作为中国自主研制的 055型驱逐舰首舰 南昌舰突破了 大型舰艇总体设计 等一系列关键技术 标志着中国人民解放军 海军驱逐舰 实现由第三代 向第四代的跨越 105大连舰 是055型驱逐舰中的一艘 2021年4月23日 在海南三亚某军港 与海南舰 长征18号艇 集中交接入列 两年来 105大连舰 执行了多次重要任务 和实战化演练 充分检验了作战能力 531相弹舰 是054A型导弹 护卫舰中的一艘 2016年2月24日 正式加入人民海军 战斗序列 054A护卫舰 是一颗耀眼的明星 可单独或协同海军 其他兵力 攻击敌水面舰艇 潜艇 具有较强的远程警戒 和防空作战能力 使人民海军新一代 主力作战践行 被军迷们赋予了 新青年的昵称 回顾人民海军 毕露蓝旅的征程 从上世纪的101安山舰 到现代的101南昌舰 人民海军装备 走过了从引进 仿制到自主研发的 发展历程 展示了人民海军 武器装备的雄资 和创新发展 也展现了人民海军 从无到有 从小到大 从弱到强 从浅蓝到深蓝 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光辉地势 品鉴奇谋百战 重现沙场传奇 欢迎来到江武堂 我是旭杨 走进青岛市 来阳路上的 中国人民解放军 海军博物馆 这里有一比一复制的 毛主席曾坐过的长江舰 这里有新中国第一艘驱逐舰 第一艘国产驱逐舰 第一艘国产防空护卫舰 第一艘国产核动力潜艇 它们是人民海军 珍贵的历史宝藏 这里有海军航空装备 海军陆战装备 海军暗防装备 它们是人民海军 建设发展的缩影 本系列节目 我们将带您走进 中国人民解放军 海军博物馆 去回顾人民海军 批驳斩浪 步履铿枪的 辉煌征程 本期为您邀请的嘉宾有 军事专家尹卓 海军研究院研究员 刘力娇 中国人民解放军 海军博物馆副馆长 汪海东 位于风景秀立的青岛海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海军博物馆 陆域面积约9.4万平方米 海域面积约14.1万平方米 主展馆面积约4.7万平方米 建有人民海军历史基本陈列 海军英雄广场 陆上装备展区和海上装备展区等 一件件珍贵的文物实物 一份份宝贵的文献档案 一幅幅真实的照片图表 一个个生动的视频影像 一道道逼真的复原景观 充分展现了人民海军的过去 现在和未来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博物馆的 海军英雄广场 在我身侧这座建筑高达31.79米 地铺面积宽19.49米 雕塑宽度达到了10.1米 以此来纪念1949年10月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雕塑正面均刻着忠诚使命 英勇善战 剑弓海洋12个大字和英雄浮雕 中间一把晴天立剑 剑体和底座融住了 被我人民海军击毁的部分敌剑机残骸 象征着人民海军战无不胜的辉煌战绩 和无坚不摧的钢铁意志 雕塑前方是长度为8.1米的长鸣火台 熊熊燃烧的焰火 无声地讲述着人民海军的过去 现在和未来 既寓意着向人民海军英烈致敬 也标示着新时代 人民海军剑指申蓝 一往无前 从海上看 整座雕塑犹如批波展露的箭手 从空中服饰则成八一字样 这也预示着人民海军 是党领导下的海上武装力量 是人民解放军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地理上看 中国是一个陆上大国 但同时呢 这个从地理上看得非常清楚 中国又是个海洋大国 毛主席从这个历史上 他看到了毛主席是波兰群书的 他是有非常深厚的海洋意识的 从他在这个在长江舰上 洛阳舰对这个官兵的这个讲话里头 看得非常清楚 他有非常深邃深远的对海洋的认识 所以一开始他就决定 当时解放战争还没有结束 他就决定赶快建立海军 但实际上他在建海军这样一个决策里头 毛主席是有深邃眼光的 而且海军一建立 他就曾经说海军是个战略军主 那么当时海军的建立 就是在渡江战役刚刚成功 打下南京以后 上海杭州这个地方还没有解放 那么马上就开始 毛主席是马上要建立海军 根据党中央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 以后这个当时苏玉同志 他作为华东的这个华东军区副生员 他带领一批这个指挥员 在江苏泰州白马庙之地吧 找了一个房子 那个房子我去过几次 是很有纪念意义的 都保留下来了 在那开会 根据毛主席指示建立海军 所以说这是毛主席 在深谋远虑之下的一项 伟大的统帅 人民海军成立了 但考验也接踵而来 第一任海军司令 萧敬光上任的时候 可谓是两手空空 要守卫漫长的海岸线 要展开解放洋海岛屿的战斗 装备问题该怎样解决呢 人民海军的第一艘驱逐舰 又有着怎样的来历 我们马上来连线现场记者 施陈宁 小夕你好 主持人你好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博物馆的海上展区 这里呢 就是我们的二号码头 在码头的北侧 就是我们的105级南舰 码头的南侧呢 就是我们的531号英潭舰 而顺着我手指的方向过去呢 就是我们的一号码头 平靠着我们的四大金刚之手安身舰 以及我们的镇馆之宝长江舰 今天呢 我们也有幸请到了 我们的孙红浩孙老师 孙老师您好 小时好 您好 孙老师 我们想请您为我们讲一下 我们的这个海上展区 停靠着的这些舰艇 好的 现在是到了岸山舰的后甲站 岸山舰呢 是被我们称谓啊 这个四大金刚之手 就当年我们从苏联啊 购买了四艘巡舰 买了以后呢 以这个重工业城市命名 他们命名为呢 岸山 虎顺 长春 太远 太远舰后来被改为青岛舰 这样 是 安山舰呢 就是101舰 是四大金刚之手 是第一手 而且它呢 是到了人民海军以后呢 它也航行了20万公里 是世界上 服役时间最长的驱逐舰之一 它这个舰的后边看的话 它这个就是深弹发射器 后来改装的 来了这个那时候叫雷击舰 那时候还不叫导弹 起手舰 叫雷击舰 叫雷击舰 它是逃过是鱼雷 它原来吧 它没有导弹 是鱼雷 来了 当时呢 是69年 加入到人民海军以后呢 我们把鱼雷拆掉了 加装了导弹 才改为了导弹去手舰 这个地方以前呢 就是这个什么 就是这个鱼雷 叫雷击舰 它就要靠鱼雷来 那时候潜艇 它这个 它这个威胁大 所以它加了鱼雷 打潜艇 它从战火硝烟中走来 同新中国一起乘风破浪 它向着深海大洋挺进 伴随第一竹梦起航 它们毕露蓝绿 披荆斩棘 走进海军博物馆的历史长廊 重温人民海军历见海天的辉煌征程 讲武堂系列节目 列阵大洋 人民海军功勋装备第一集起航 那四大金刚来了有两千多吨 绝对对我们是宝贝嘎的 那我们引进来以后 那就作为我们的这个舰队的主力 当时北方是我们最继续拱卫的 通过海上通过渤海进北京 所以我们当时最主要舰艇是放在青岛这个位置上 这四处舰艇的火炮 这个口径都是蛮大的 有130的这个130毫米的舰炮 130毫米舰炮算这个大口径舰炮了 应该是射程比较远的 另外呢 还有四座双连装的三级炮 这个火力也是相当强的 另外还有这个两座 这个三连装的533雨雷发射管 533不是小雷 是大雷 那么就是打大舰的 它可以对其他的比如驱逐舰 对人的徐洋舰 甚至对人的这个比如说 这个主力舰这样的大型舰艇实施攻击 另外呢 就刚才说的 它可以补水雷 它上面有雷鬼 可以投放60枚这个猫雷 同时呢 还有深淡发射炮 那这深淡发射炮就是有一定的风险能力了 有深淡发射炮 另外还有这个其他的一些设备 所以总体来讲 对我们来说 当时应该说 这四大金刚就是我们的宝贝大大 就是我们的主力 就像尹老师说的一样 咱们的四大金刚啊 最初是咱们国家第一批引进的这个驱逐舰 其中这个安三舰的接舰呢 是从这个1954年的4月28日 接舰部队成立 这个接舰部队呢 主要是以华东军区海军的第六舰队为主 抽调的 再加上这个华东军区海军的其他四个单位的 一共500余人 还有咱们前期派到苏联去学习的 第一批和第二批的人员 成立了这个接舰部队 这个当时呢 为了保密的需要 海军还专门下了一个电文 就是这个接舰部队 当时没有说它是接舰部队 是成立的 中国人民解放军 海军青岛基地的训练大队 这个训练大队里面呢 又包括两个大队 分别当时计划室 分两批接着四艘 四艘军舰 第一批呢 接着就是咱们的安三舰和抚顺舰 在这个1954年的10月13号 苏联这个来访的舰队 这两艘舰呢 跟来访舰队到达了咱们青岛港 在第二天 咱们接舰部队就登上这两条军舰 对舰上的设备进行熟悉和学习 就从咱们4月的14日开始接收这两条驱逐舰 华东军军海军第六舰队呢 它实际上是一支呢 护卫舰的部队 这支部队的多数军舰呢 使用的都是呢 蒸汽透平机 它的主要武器呢 是100毫米呢 或者是130毫米的舰炮 这和驱逐舰呢 是比较接近的 这样的海军党委呢 就决定由呢 第六舰队的人员为主呢 组成两套呢 接驱逐舰的这个班子 第六舰队的党委呢 也是从全局出发 坚决服从呢 海军党委的命令 当时呢还专门成立了 一个选调的领导小组 这个选调小组呢 在选调人员的过程当中啊 它是严格的遵循呢 这个选调的条件 就是要把那些呢 政治上可靠 经过呢 就是战斗锻炼的 而且思想好业务经 历史又比较清楚的 优秀的那个干部和战士呢 要选调呢出来 到了1954年10月25日呢 我国的第一支驱逐舰部队呢 就正式成立了 当时呢 成立的大会呢 是在永安大训院的举行的 基地的政委罗仁灿呢 在大会上 就宣读了中央军委的命令 关于呢 中国人民解放军 海军驱逐舰部队 正式成立了这个命令 海军的参谋长呢 周锡翰呢 是在这次那个 交接大会上呢 就宣布啊 国感号和神速号 被命名为呢 中国人民解放军 海军驱逐舰的 安山舰和福顺舰 1955年6月28日 第二批两艘驱逐舰抵达青岛 并移交中国海军 遵照海军命令 将秦奋号和李列号 这两艘驱逐舰 分别命名为 中国人民解放军 海军 长春号和太原号驱逐舰 至此四大金刚 全部入列 四大金刚加入了 人民海军的队伍 但是如何操控舰艇 却成为了这支驱逐舰部队 官兵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 那么他们具体是怎么做的呢 当时根据海军的指示 是完整接收 原封不动 那么根据这个原则 我们整个的旗舰干部战士 在舰上 对整个的舰艇 进行了完全的接收 为什么要下这样的一个命令呢 因为我们海军是初舰 特别是过去 从来没有接触过 这么大吨位的战斗舰艇 同时呢 我们的舰艇选拔里头 主要的还是 从陆军过来的统治 虽然有战斗经验 但是他们也是 过去都是接触的路炮 路上的装备 没有接受过这样海上的装备 另外呢 这个舰上有很多的非常复杂 你比如说 130火炮 它有设计指挥仪 设计指挥仪就有一定科学知识 你才能掌握得了 另外呢 还有这个炮之间的协同 另外全舰的还有很多部署 这些部署 你都要从头到尾 一点一点的要学习 另外它里有很多的 比如舰艇条令 日常的这个部署 另外还有这个战斗条令 这些条令都是软件 我们除了接收硬件 这些装备以外 要熟悉着装备的操练以外 还要接收这些软件 所以要把它的战斗条令 这样一点不落的 全部接收过来 所以只要原封不懂 完整接收 舰艇接收以后的这个训练呢 就是接完以后 立马就开始转入这个训练阶段 大致呢 就分为这个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呢 就是这个主要是训练 学习它的舰艇条例 以及舰艇的主要结构 强度 等等一些基础科目 这个时间呢 大概一个多月的时间 第二阶段呢 主要是这个 大概用了五个多月的时间 主要是学习舰艇的操综 还有一个单舰航行 以及武器装备的使用 这两个阶段结束了以后呢 由小官对咱们的舰员 进行了考核 尤其是对舰长的操控能力 还有直跟官的直跟能力 以及咱们机电部门的 这种保障能力 进行了严格的考核 考核完以后呢 咱们海军机关呢 还专门下发了文件 对他们的考核 这种核额 予以了认可 这样就进入了第三个阶段 在第三阶段的训练过程中呢 都是由我们的舰员 我们学习完的这些舰员 来对军舰艇操控 这一个阶段呢 主要是进行单舰航行 编队航行 以及舰上武器的使用 应该说啊 咱们整个的这个舰员 在整个训练过程中 进步还是非常快的 没有节假日和休息日 应该说海军它是一个技术性兵器 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掌控这么好的技术 能够掌控得了这艘军线 应该说是非常困难 因为咱们俗话说的都是 百年海军 所以说咱们的舰员 付出了很大的努力 然后呢 后面这个长春舰 和这个太原舰 结束以后 也是按照这个程序 来进行了训练 以安山舰为首的 第一批驱逐舰的引进啊 引起了众多领导人的关注 共和国的许多开国元勋 著名将帅 以及之后的国家军队领导人 几乎都力领过 第一支驱逐舰部队 我们一起来看 在人民海军服役的38年中 安山舰多次完成 上级赴予的重要任务 接待过9个国家元首 政府首脑 军队代表团的访问 还曾接受了多位 党和国家军队领导人的视察 1957年8月4日 在青岛交州湾海面 周总理代表党中央毛主席 在安山舰检阅海军舰艇部队 和航空兵部队 1962年6月4日 周总理再度视察安山舰时 写下了 安山号全体同志 高举毛主席思想的胜利红旗 奋勇前进的题词 1992年4月24日 安山舰退出现役 1992年4月24日上午 十一时三十分 在小青岛的灯塔下 安山舰的退役典礼 庄严地举行了 这个舰的第一任舰长苏军 就亲手把38年前 他升上期的军旗降了下来 并把他交到了 安山舰的最后一任舰长苏海音的手 他从战火硝烟中走来 同新中国一起乘风破浪 他向着深海大洋挺进 伴随第一逐梦启航 他们毕露蓝绿披荆斩棘 走进海军博物馆的历史长廊 重温人民海军历见海天的辉煌征程 讲武堂系列节目 列阵大洋 人民海军功勋装备第一集 启航 周总理在参观安山舰的时候 曾经下定决心 将来我们要自己研制驱逐舰 周总理的期望 很快就变成了现实 我们一起来看 1968年 我国第一代导弹驱逐舰 首舰开始建造 1971年底列装 型号为051型 原型号为223 1974年 调整型号为105 1986年 调整舰名为济南舰 济南舰的研制成功 标志着中国 有了自行研制大型水面舰艇的能力 济南舰 作为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一型导弹驱逐舰 主要武器装备 主要武器装备有两座三连装舰舰导弹发射装置 及导弹武器系统 配备了声纳 雷达 通讯 导航等官通设备 以及指挥控制系统等 同时 济南舰也是我国海军第一艘装备直升机的驱逐舰 服役36年来 济南舰先后完成了1400多项装备实验 为后续舰艇的改进和定型生产 提供了可靠的理论依据和珍贵的实践经验 被誉为国防现代化装备实验的开路先锋 在人民海军的历史上 恐怕再没有一艘导弹驱逐舰 要比济南舰更赫赫有名了 它是依靠国内科技力量自行设计 自行制造的导弹火炮综合型守着驱逐舰 那么这个第一当时是怎样实现突破的呢 这个第一所谓的突破 它指的是从火炮驱逐舰 我们还没有建造火炮驱逐舰 那么自行研制的第一艘驱逐舰 那么就是导弹驱逐舰 所以这是一个第一 也是一个突破 这个导弹驱逐舰是怎么来的 这个过程也是很曲折 应该说 这个是跟我们第一任海军司令 乡军王同志是密不可分的 大家知道驱逐舰在各个大国海军的编制里头 它是属于一种中型舰艇 那么中型舰艇呢是最好用 用的地方最多 护航也是它 反潜也是它 对空射击也是它 对陆攻击 比如说登陆支援 火力支援也是靠它 旅行日常战斗勤务也都是驱逐舰 另外维护自己的海洋权益 也很多都是驱逐舰 而驱逐舰呢 在当时六十年代的时候 世界驱逐舰已经开始发展到导弹驱逐舰 已经不是火炮驱逐舰了 所以中国的驱逐舰 第一艘舰我们从这个接舰以后 从四大金刚拿到手里 那是火炮驱逐舰 那么怎么能够突破 能够跟上世界海军发展的步伐 我们研制的驱逐舰到底是火炮驱逐舰为主 还是导弹驱逐舰为主 那么恐怕这个海军司令 萧宁光同志当时考虑这个问题考虑很久 57年他访问苏联 在那听到了很多这个世界海军发展的一些新的趋势 他就感觉到 我们如果再发展驱逐舰 如果仍然还很过去一样 建造火炮驱逐舰的话 恐怕造出来就落后于世界的形式了 因此呢 他回国以后就向这个中央军委 向周总理打了报告 希望我们下一步发展导弹火箭 这些先进武器 我们造的驱逐舰最好能上导弹 不要再用火炮驱逐舰 他这个报告呢 引起当时这个总理的重视 经过中央军委研究以后 报毛主席毛主席同意 就准备研制下一代的驱逐舰 就是导弹驱逐舰 到了1968年 1968年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 才把研制导弹驱逐舰 就列入了国家计划 那时候正式开始研制 这个051驱逐舰 那么当时济南舰的整个建造过程是如何的 这个济南舰 就是咱们新一代导弹驱逐舰的建造呢 当时确定的原则 就是采用一种三结合的这种方式来进行建造 也就是说咱们有设计单位 有制造单位 还有咱们的接舰部队 都参与这种建造 咱们济南舰的设计呢 主要就是由701锁来完成这项工作 然后呢设计方案初步定下来以后呢 确定这个新的驱逐舰的这个吨位呢 大概是在3000吨左右 3000吨左右 它上的五倍装置呢 主要就是咱们的一个三连装的舰逐舰导弹发射系统 以及咱们的130火炮 还有双武器高炮等等一些装备 新的导弹驱逐舰的建造呢 它有用到很多材料 包括700多项材料这一块 这个这些材料呢 当时像刚才尹老师说的 在前期的时候 咱们各个工厂都开始进行研制 这其中呢 有十多个部委和20多个手分 好多的工厂都参与了 这些材料的提供这项工作 在这个70年的时候呢 咱们长春舰的舰长刘子庚 确定他来担任咱们第一条国产驱逐舰的 济南舰的舰长 他带领了他团队呢 就到了工厂 这个舰员们看到这个新造出的这艘军舰 这么威武雄壮 心里非常高兴 大家欢呼雀悦 说我们终于有了我们自己的建造的驱逐舰 在这个70年 还有一个故事 咱们采用的是三结合的这种方式嘛 咱们接舰部队也参与了很多这个舰艇上 连部件装备的这个运输和这个参与生产的这些工作 其中呢 由三名同志到哈尔滨去吹出这个蒸汽轮机的这个 这个主机的这个制造运输 早日完成建造 可以说我们的舰员也是走遍了咱们全国各地的来这个 独处这些装备的建造 这只是一个崭新的开始 在高速航行实验结束之后呢 舰长刘子庚发现这个舰体的震动呢就是很明显 这对于舰艇出海作战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在船员的提醒下呢 他就找到了当时呢 在制船厂工作的这个钱令熙教授 请求他呢帮忙检查一下是什么问题 钱教授呢走遍了这个舰上的每一个舱室 进行了这个认真的这个检查 最后发现呢 问题是在于呢 就是舰体的这个钢板强度不够 而舰艇内的这个机器呢功率很大 两者互相匹配呢 造出了这个问题 找到了正洁之后呢 舰上的舰员呢就齐心协力 从舰体的内部呢 就是对舰体啊 进行了这个加固 从而呢使这个震动呢 就是大大的减轻 事实证明 我国第一代导弹驱逐舰的设计和制造是成功的 济南舰不仅航速快 航程远 对海火力强 并装有三连舰舰导弹发射架 舰用雷达等新设备 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 为了使装备科技水平和信息化程度进一步提高 国产第一代导弹驱逐舰进行了改装 这个瓶台呢 你看呢 它这个以前呢 它在改装之前呢 它是跟其他的驱逐舰是一样的 都是后边是像演说的111舰 都是有主炮 有这个导弹啊 或者有这个副炮 这个就是后来它改进了以后呢 加了一个瓶台 那您再让我们看看下面还有什么 那就到了主甲板 主甲板呢 它是在这个直升机平台的下面 因为当时改装的时候 它就在主甲板上面加了 其实这个是我们 才是我们济南舰的主甲板 这是人民海军的第二代导弹 叫海鹰一号 原来那个 你像那个岸山舰 装的就是上游一号 上游一号是第一代 那我们这一艘济南舰 能装几枚这个海鹰一号 六枚 一共六枚 三连装 这儿的三枚 前面还有三 一共就是六枚 海鹰一号 而且这个弹呢 它是这个液台的 165舰呢 它是四座二五炮 三座三七舰炮 因为它这个改装改的吧 它就不是很对称了 它这儿 这个地方 放这儿一座 这样的主炮是两座 两座都是双连装的 七六式的 130毫米口径的舰炮 这个舰炮 就是人民海军 最大口径的舰炮 它是一个半自动的 这个舰炮 但它是下面的 它有一段是个半自动的 它不是全自动的 它这个炮 这个会儿威力很大 它这个弹呢 一家舰炮也非常 那么 这个 这个 四成比 比这个 比这个 够一样的 要圆一些 这就是这个 核电神蛋 这十二 十二管 十二管的核电神蛋 这边十二管 那边十二管 对 也是能打两千五百米 能打两千五百米 这个 这个也是装填的 装填的 也是把这个蛋装上了水深 比如说是一百米 一百五十米 可以打潜艇 现在 现在 舰炮的话 打潜艇 因为它 可能靠那么近 都把舰炮打成了 实际上是一种威慑 一种威慑 经常我们发现一些 看一个电视 看一些演习的时候 你发现 啪啪啪出现的人 那就是这个 孙老师 打出水花来 很漂亮 那孙老师 这个需要我们去 战士们人力装填吗 还是他也有洋弹机呢 他是人工装 他是人工 他这个 他这个洋弹机 在这儿 洋号来 人工装填 这个简单店 推移了以后 他现在在 这个博物馆 你可以看到 在驾驶台上有一个 很精巧的一个显示器 这个显示器是什么 是一个 作战指挥平台的一个 分显示器 在驾驶台上 主显是在下面设计指挥仪 就是在他的指挥舱 这是济南舰 是我们中国舰艇里 中型舰艇最早拥有指挥舱的舰艇 过去呢 我们火炮舰艇 舰长都是在 这个驾驶台进行指挥 进行火炮攻击 拿一个火炮 发扬什么火力 后来有了这个 这个自动指挥系统 那么他就下到指挥舱了 我们就专门有了个指挥舱 他就不在驾驶台 驾驶台呢 给这个 上面如果有其他的带队领导 那么有个分显时期 也就说我们 济南舰已经开始进入 信息化时代 另外呢 他也是最早接受 这个电子战装备的 我们从国外引进 电子战装备 最早的 也是安在这个济南舰上 实验的 那个电子战装备 主要是这个 就像乌鸦座 打这个干扰弹子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 与海军作战理念的不断革新 济南舰也经历了一次次的改变 20世纪80年代末 为了适应任务需要 济南舰还进行了 舰载直升机的着舰训练 在现代化装备试验的过程中 济南舰航迹遍布 渤海 黄海和东海 圆满完成了 一千多项新装备试验任务 获得三百多万个宝贵数据 为人民海军主战舰的改进 定型 生产 做出重大贡献 济南舰还曾多次执行 太平洋远航 南沙战斗巡逻 军事演习等重大战备训练任务 1983年1月15日 中央军委为济南舰 即集体的工 另外它就是刚才我讲的 接受直升机 我们这个过去呢 中型舰艇世界上当时基本普遍 装载了这个舰载直升机 但是我们中型舰艇一直没有 那么济南舰是第一个安装 这个接待直升机的 直升机呢就把后主炮给拆了 然后把后甲板要改成一个直升机的 这个即将平台 因为我们中型直升机偏小型 机动是引进的 为了稳定这个直升机 改造就在这个上 另外呢还有很多的 它整个的这个武器试验 济南舰从它全售起来 大概进行了1400多项 各种装备的试验 研制 这个试行 都在这个济南舰上 那它跑遍了整个 我们中国的临近海域 波海就不用说了 黄海 这个东海 南海 另外呢 除了这些研制任务以外 它还执行了很多的战斗情务 也不是南杀局执勤 这个驱赶这个呃 敌方的侦察舰艇啊 另外护于护航 另外它也执行了很多任务啊 这个呃 同时到太平洋 南太平洋 呃 我们发射这个呃 发射运载火箭啊 它是也参加了 作为一个大编队 到了这个南太平洋 呃 同时也接待了很多国家领导人上去 参观访问 总之这个呃 这个呃 呃 呃 在整个的全售期 它是呃 呃 完成了各种各样的战斗任务 频率非常之高 紧南舰从提出建造到下水服役 可以说见证了很多优秀的技术人员 碧露蓝绿的研制历程 也承载了一代又一代海军官兵的希望 2007年这位功勋卓著 历尽沧桑的老兵 告别了他征战36年的海疆 光荣退役 驶入了青岛海军博物馆 可以说紧南舰的退役啊 应该最为不舍的就是那些奋斗在上面的老兵们了 是这样的 我这里有两个故事给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呢 第一个是一个紧南舰上的一个仓断老兵 他在这条军舰上呢 服役了13年 应该说他对这条军舰的感情呢 特别的深厚 紧南舰退役了 他有三个不能忘记 他第一个呢 不能忘记这个在紧南舰上的战斗生活 第二个呢 是不能忘记 紧南舰在一次这个重大演习中 他排除故障的艰辛 第三个呢 他不能忘记在紧南舰上的点点滴滴的生活 应该说啊 这个老兵对这个紧南舰的情怀都在这些话语里得到了尽情的体现 这是一个故事 第二个就是紧南舰的这个105舰有一个航空的啊 应该说他在四艘舰艇都曾经服役过 他说这个接新舰大家都很高兴 但是呢遇到军舰退役 大家心里都很沉重 他说这个这艘军舰呢就比喻成是他自己的母亲 他有一点好处呢 是他紧南舰退役以后留在了青岛 留在了海军博物馆 他以后呢 有时间的时候可以带着家里的孩子和家人 过来看一看他的母亲 应该说这样的故事呢很感人 就充分表达了我们的紧南舰官兵对这艘军舰的深厚的感情 在人民海军的系列当中啊 有一艘舰艇是长期作为海军新装备的试验舰 它拥有对空导弹 舰炮 反潜三大武器系统 也是被张爱萍将军称赞为威至海空的战舰 它就是我国自主研制的第一艘防空型导弹护卫舰 英坦舰 那么当时英坦舰的研制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展开 说到这个英坦舰的研制啊 应该说它是历尽了很多的困难 应该说在20世纪60年代的时候呢 这个在世界上先进的这些海军国家呀 防空型导弹护卫舰已经开始服役 咱们国家呢 还是停留在这个01型和65型这样的火炮护卫舰的这种阶段 所以说在1965年的下半年呢 咱们国家这个有了这个一个计划 就是建造我们自己的防空护卫舰 1967年呢 国家正式下达了建造053K型防空护卫舰的这个计划书 1970年呢年初的时候开始下料进行东宫建造 70年的10月呢下水完成了这种建造 一直到1975年这个整个的系统工程全部完成交付给了海军 但是呢 因为这个防空火炮系统以及咱们这个 这个红旗61导弹的研制都比较滞后 它一直呢 在作为一个火炮护卫舰来使用 直到1986年呢 咱们红旗61这个系统研制完成 装备到这053K型军舰上 才最终完成了这艘防空型护卫舰的建造 也填补了我们国家没有防空型护卫舰这个空白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中国人民解放军 海军博物馆的海上装备展示区 去一睹鹰潭舰的风采 鹰潭舰是中国自行建造第一型防空导弹护卫舰 1971年下水 1974年12月编入海军战斗序列 鹰潭舰是人民海军第一代装备舰对空导弹的舰艇 曾长期作为海军新装备的试验舰 不仅圆满地完成了动力系统 及对空导弹、舰炮、反潜三大武器系统的 自动化试验定型任务 同时又出色完成了战备执勤任务 1994年 这艘经历过战火硝烟的功勋战舰光荣退役 这集讲了我们人民海军从初创开始一直到逐步发展 我们在战争中建立 在战斗中成长 这样一个整个艰苦的过程 一方面反映了我们人民海军发展的一个败落 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我们人民海军装备 从这个接受救舰艇 然后到引进仿制 然后到最后像051驱逐舰 以后到我们说这个03K等等 我们第一代自研装备的这个出现 另外呢 这里头看到我们整个海军官兵的爱海洋 毛主席讲的你们要爱国家要爱海洋 陆军是爱我们国家 爱大陆 你们要爱海洋 这毛主席就在这个长江舰对我们海军光明发出的号召 所以这充分体现我们海军 这个立足海洋 保卫国家 保卫国家海洋长城 建立国家海洋长城 这种为国家奉献奋斗一生的这样一个精神 安山舰济南舰和鹰潭舰的并排停靠 见证的是人民海军从引进仿制到国产 从完全手动到半自动 再到自动化的一个发展历程 从济南舰到052A到052B 052C再到052D 多用途现代化导弹驱逐舰 中国自主研制的驱逐舰 终于达到了与世界现役先进战舰 同一水平的高度 四周一同